明明是凭实力出道,却被质疑代字出道,明明长相优越,却惨遭血仓,好不容易事业有点起色,又传出超级丑闻,林彦俊的话路怎么走得这么难,简直就是别人红靠实力,他红要靠实力加运气,好在林彦俊有一颗欲挫欲勇的心,不管怎么打压都依然笑对生活,关关难过关关过,如今的林彦俊成功凭借自己的实力,在观众心中赢得了一席之地。 好了,宝宝们,咱们又见面了,要说起内宇的选秀节目,就不得不提偶像练习生,当初的偶像练习生成功在国内刮起选秀风潮,那也是小编最真情实看追过的一档选秀节目,偶像练习生大火之后,内宇还举办了不少选秀节目,但要说质量最高,发展最好的选秀团体,还要属从偶像练习生选秀出道的, 9% 2018年4月6日,节目收官,最终,蔡徐坤,陈立农,范澄澄,黄明浩,林彦俊,朱正廷,王子义,小鬼,王林凯,由长进组成救人男团,9%正式出道,出道后的9% 总是以团体的形象起刷刷地出现在观众眼前,他们的团体实力和团魂,也让不少观众对自己选出来的idol颇为满意,出道后的成员也接了不少资源,很多9%成员不仅有代言,还有综艺和兴趣发展得一个比一个好,当初他们刚出道时,得到了不少人的祝福,但有一位成员是个例外,那就是林彦俊。 刚出道时的林彦俊最经常听到的是这六个字,可耻的资源咖,而这些人惯以林彦俊资源咖的帽子,其因只是因为林彦俊在前几期节目中,排名不太高,有时甚至没进上位圈,但他在决赛夜却突然冲到了第五名,而一些之前呼声很高的选手,却没几进出道位。 以上种种让大家断定,林彦俊是花钱买了出道位的空降兵,其实,林彦俊是一匹逆袭的黑马,他一路都在吸取经验,提升实力,然后马不停踢地往前冲,而且从林彦俊粉丝做的数据来看,他其实排名一直不差,多次都是在五六名徘徊,与他的出道位基本吻合。 那盒放出来的节目排名确实不太行,但观众这么武断称他是资源咖,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老板是王思聪,王思聪有多有钱大家都知道吧,林彦俊在偶练第一次登场时,大家一听到他来自王思聪的公司,就觉得他是个有钱的关系户,但是稍微熟悉一点王思聪的人都知道,娱乐板块只是这位富二代拿来试水的,小的不能再小,他的业务核心还是放在电竞上, 所以他出钱给林彦俊买出道位,这一点基本可以否定,但网友根本不会听这些解释,于是林彦俊顶着资源咖的骂名,从组合出道挨到了组合解散,但他怎么也想不到,组合解散后,迎接他的却是一场耗时长久的血藏。 可是,身为王思聪公司的王牌一人,林彦俊怎么会被血藏几个月?有两点,第一点就是他不屑于奉承老板王思聪,第二点则是因为公司拿捏不住林彦俊的任何把柄,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给他的颜色看看,谁让林彦俊的精力给了他底气? 在广州上大学时,林彦俊被GYP的心探挖众,想让他去韩国当练习生,从小热爱音乐的林彦俊很小去,但当时的他已经准备休学回台湾府兵役,于是就挽聚了GYP的邀请,但林彦俊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,服完兵役后,他主动去找了经济公司,可刚出社会就栽了跟头。 他去了一个108000亿人开的小作坊,老板事先承诺的薪水、教学、住宿条件都没有做到,最后还跑路了,上当的练习生们曝光了这个黑心公司,有媒体来采访时问他们,还想继续当艺人吗? 林彦俊苦笑着说,应该没人敢签我们了吧,话里满是无奈,不过也正是有了这次经历,之后获得的每次机会,林彦俊都更加珍惜,同时也让他觉得,这样难的时候都挺怪的。 他说来了,还有什么好害怕的,所以当公司高层出现变动,连累他被血藏时,他也没有卖过一声惨,最终等来了新剧和新歌。 而事实上,林彦俊经历的险境不止这一次,2020年10月,林彦俊发布了新歌,等待整个冬天,但马上有人发出,这首歌有三句歌词,照搬了另外一位歌手的不能带你去,几乎一个字都没有改。 这件事立马登上了热搜,所有人都在嘲笑林彦俊脸抄都不会抄,但当林彦俊的经纪公司说出真相后,所有人都沉默了,这首歌是在林彦俊出道前,和几个朋友联合创作。 照搬的那个part并不是他写的,他在出道后,本想利用自己的人气和曝光度为朋友开条路,没想到反被坑了一把。 如果说抄袭足以毁掉一个音乐人,那接下来这项罪就足以毁掉所有艺人。 2018年初,林彦俊参加了某大型选秀,因长相帅气吸引了众多粉丝。 隔代他刚有点势头的时候,却有爆料称,林彦俊的立场有问题,换作在场的任何一个学员,都不会遭到这样的质疑,为什么偏偏是林彦俊? 答案很简单,一,他红了,二,他的父亲是台商,他的籍贯很敏感,但老话说得好,凡事不要看说的,而要看做的。 林彦俊的母亲是大陆人,她本人也在内地接受了多年教育,在介绍自己时,都会说自己在江西、广州、台湾生活过,并没有把台湾单独划分开。 另外,林彦俊,一个刚出道不久的小爱豆,被大多数人误解了太久,如今,林彦俊通过儿女刚好发光大火,新剧一见清新也即将播出。 而林彦俊在其中的装造,不停被网友夸赞,身穿制服的林彦俊,确实帅得无可挑剔,希望这个被误解太久的少年,能在未来发光发热。 其实,不仅林彦俊一个人在娱乐圈小有名气,9%的其他成员,也早已在娱乐圈发光发亮了。 近日,原9%的队长蔡徐坤,录制了一段视频给一个叫小静的粉丝,为生病的她加油打气。 蔡徐坤嘱咐小静一定要听医生的话,好好治疗并表示会随时关注她。 最后,蔡徐坤希望小静可以早日康复,重回校园。 据人民网报道,小静8岁时患上了肝硬化,引发了尿毒症、浓毒血症、重度贫血等16种疾病。 非著名于平仁武清公指出,今年6月,小静的病情进一步恶化,随时有生命危险。 小静很喜欢听蔡徐坤的歌,她曾经力赞蔡徐坤,哥哥很善良,常做工艺,有时也会期待,哥哥有一天会不会也来帮助我呢? 10月19日,福建的一个媒体报道了小静的事情,引发了社会关注,源源不断的捐款从四面八方用来。 截至目前,小静在某平台上的捐款已经超过了39万。 蔡徐坤也得知了小静的事情,蔡徐坤用自己的个人账户给小静捐款10万元,还录制了一段视频。 但其实这个视频并不是蔡徐坤最近录制的,只不过是最近才被爆出来,不得不说蔡徐坤真是太低调了,做了好事都不知道宣传一下。 如果不是人民网报道此事,可能大家都不会知道这件事。 不仅歌唱得好,舞台感染力强,还正能量十足,这样默默发光的蔡徐坤实在是太帅了。 最近,9%的另一位成员范诚称的新剧《致命愿望》也在热播,范诚称在本局中饰演绿腾大学的研究生裘文栋。 随着剧情的跟进,裘文栋的眼神变化不禁令人猜测,他越来越有黑化的倾向,在召集大家共同许愿向Vischer发起挑战却不被信任时。 出手打人后的裘文栋的眼神,从错愕逐渐变为凌厉,充满了危险的信号,眼神变化又十分到位,令观众纷纷直呼,裘文栋把我看害怕了。 裘文栋的黑化不单单体现在眼神的变化上,作为传递情绪的载体,范诚诚的远生台词也具有张力和爆发力,无论是带领大家计划对抗Vischer, 还是,智商在线,冷静推理,凉落自应,都有很强的耐辱感,获得了众多网友的夸赞。 裘文栋的黑化似乎已成定局,各个网友都在线催裘文栋黑化,甚至连范诚诚本人也筛出了我黑化了的表情包。 他在戏外可爱逗笑,戏内高冷稳重,不禁令观众们更加期待黑化后的裘文栋会怎样影响剧情的发展,也更加期待范诚诚首次演绎的反派现象。 值得一提的是,除了正在爱奇艺迷雾剧场热播中的致命愿望外,由范诚诚主演的电影《门锁》也将在11月19日全国上映。 他在该电影里饰演一针一鞋的保安小吴,前几日,范诚诚作为厂住嘉宾的综艺《青春环游记》第三季也正式播出,11月的范诚诚可谓是影视宗多方位全面开花。 网友们孙孙表示,范诚诚11月好忙,这个11月被范诚诚承包了,无论是《青春环游记》里活泼的范诚诚,还是致命愿望里腹黑的邱文东,以及即将和我们见面的《门锁》里的小吴。 我们相信无论以合众角色出现的范诚诚,都会给大家带来无限的惊喜,不止这三位9%的其他成员也各自发展得很好,如今都是娱乐圈小有名气的明星,不知道大家更喜欢他们中的哪一个呢? 好了,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,欢迎宝伯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,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,咱们下期再见哦!